出来 干嘛呀五郎 出去 拿点东西滚蛋 五郎 我可是你嫂子 你敢我干什么 嫂子 你还有脸说 都是你这个扫把星 咳死我哥 五郎 你怎么这么说 我也不想你哥出事 他是意外走的 意外 都是因为你 扫把星 你说说 你这客夫的女人 在家住着 还有什么用啊 五郎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离开这个家 我一定会把这个孩子 抚养长大 你还把孩子抚养长大 就你呢 吃啥啥不胜 干啥啥不行 我不想跟你废话 赶紧给我走 我不走 这里有大炮的影子 我要留在这里 五郎 你别赶我走 你别以为 我不知道你是为了什么 你不就是为了这点赔偿款吗 我给你 五郎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钱 我不要 求你别赶我走 你还不要钱 你是想要更多的钱吧 怎么 你还嫌我哥 这赔偿款三十万不够吗 赶紧拿了赶紧滚 拿着 五郎 我三万两次求你 你都不认 行 就当我是为了这个钱 我走 快点 保露出真面目了吧 赶紧拿着钱 给滚蛋 我来 你 美丽 别闯了 别闯了 你说你这是何苦啊 没最早最瘦 你干脆再找一家不就算了吗 带个盒子那么难 春花姐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这个孩子 我想自己抚养他长大 我说美丽啊 你是自找苦吃啊 你再找一个 人家给你养孩子 你不是省心了吗 你这是何苦呢 自己干活 自己背着孩子 我早就说过你 你就是不听 姐 再找一个 那也不是亲生的呀 是孩子 我怕他受罪 我还是自己看着放心 美丽啊 你别愁 也别急 我呀 明天去 我们戈壁村 有一个帅哥 长得挺帅 我呀 去给你打听打听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跟你说说 何必委屈自己呀 春花姐 谢谢你好心 为我着想 真的不用了 不用 行行行 自己考虑考虑吧 我过两天再来看你 好 哎 刘叔 叫谁说呢 我不是你叔 刘叔 你肯定是因为 我把我嫂子赶出去了 你才生气的吧 你知道用这个 还给我那么多废话 刘叔 其实 我把我嫂子赶出去 是有原因的 能有什么原因啊 还不就是因为 我那个钱啊 也不知道你这个人 那么没良心 想他把这个钱 八占完 刘叔 我把他赶出去 是因为 这我哥刚去世 我就查出来 是 我得了癌症 再说了 那赔偿款 那三十万 我一分也没中 我知道 我嫂子那脾气 她要是知道了 肯定 肯定会留在家里面 照顾我的 这我侄子还这么小 我不能拖累他们 武长 你说的 你说的就是真的吗 那 你生定了 也不能这样啊 这咱们是一家人 要互相帮助 把你的病看好啊 行了刘叔 这癌症不好治的 你千万别告诉我嫂子 那 那好吧 我先走了 好 不行 这事 我还在跟美丽说一说 美丽 美丽 爸 你回来了 美丽 孩子呢 孩子刚睡了 爸 你去哪了呀 美丽 刚才 我在路上碰见你弟弟 武郎了 我弟弟 爸 我现在跟他们家 已经没有关系了 他不是我弟 美丽 其实 你误会他了 误会 哪有什么误会啊 爸 你都不知道 我三分两次 祈求他 他还是赶我出去 他就那么绝情 现在 我们也行头没路 美丽 其实 他这样做 是有原因的 爸 你别替他说话了 他那么不仁不义 美丽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他 检查出来 得了癌症 所以他这样做的 是今天 我遇到他的时候 才告诉我的 爸 这怎么可能 还年纪轻轻的一个小伙子 怎么可能得这种病 美丽 你确实误会他了 我看他 脸色的不对 再说了 他怕拖累你和孩子 所以 他在把你赶出去的 真的 爸 我这个弟弟 他怎么这么傻呀 这 这有病的得治呀 美丽 他这样做 也是贝贝无奈 他不想拖累你和孩子 那钱 钱是留给孩子的 所以 所以他才这样的 爸 这 不行 这 这他有病了 我不能让他 自己一个人忍着 我得去看看他 爸 你帮我看孩子 行 那你去吧 年纪轻轻 就得了这个病 不知道 还能活几年了 五郎 嫂子 你怎么又回来了 不是说 不让你回这个家了吗 五郎 你别装了 你的病 我爸都告诉我了 你怎么这么傻呀 自己一个人扛 病 什么病啊 我知道 你不想拖累我们 孤儿寡母 但是 张嫂如母 你这个病 我一定得给你治 你大哥 不是留的还有钱吗 我们去看病 嫂子 不行啊 我这病 要治 估计要花不少钱 这我侄子还小 这不行 五郎 别说了 我答应你大哥 一定好好照顾你 而且你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不治 我不去 好了 都听我的 走吧 不是 我去那个城里洗衣服去了啊 洗衣服洗啥衣服啊 放家里 妈给你洗 妈 什么你洗啊 再多了 我这衣服这么贵 都是染上颜色了 去干几店 人家洗得干净一点 哎呀 榴莲 你看 咱家这个样 花那个愿望钱干啥 妈给你洗一洗 不好了吗 妈 没事 我拿去干几店洗一得了 不是还省你事了吗 妈 我走了 哎呀 榴莲 你看看这 年轻人 去 你怎么来了 哥 我来找你 是有事想请你帮忙的 有事 我告诉你啊 大事帮不了 小事你说借个东西 啥事啊 先别慌 借钱没有啊 哥 我实话跟你说吧 你那个妹夫傻猪 前几天在宫地干活 把腿给摔断了 现在 在医院躺着呢 医生说需要动手术 否则这条腿 停 哥 没有 哥 你就帮帮你妹妹吧 我可是你亲妹妹呢 说你 哥 我不说了吗 没有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 那 她有没有妈 你有没有婆婆 那不会找你婆婆吗 借钱借到娘家来了 你怎么想呢 哥 这是 我不能让我婆婆知道 傻猪 傻猪咐过我的 这我婆婆心里又不好 我怕她受不了 停 停 停 我告诉你啊 那以前你跟傻猪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不同意 现在找我 没有 啥都没有啊 哥 我求求你 行了行了 离我远一点 等会你嫂子回来了 我告诉你 你嫂子回来 更麻烦了 走 滚 走啊 走 走 但都无可悲惨 中文字幕提供 放过或错才知道 过着的勇敢 没有深的狂欢 你我身很疲惨 在休息中人情遗憾 好 嫂子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啊 石头 那嫂子找你确实有事想请你帮忙 你看你那个傻猪哥 他前几天干活把腿给摔淡了 现在也急需用钱 你手里面有没有钱呀 行我给傻猪哥玩的这么好 你说妈接多少钱 石头你傻猪哥需要动手术 带几十万呢 你有多少就先给嫂子拿点吧 行行嫂子你放心我去给你拿去我有 石头谢谢你啊谢谢你 你放心石头等你哥好了之后 然后这年肯定会还给你的 这榴莲给石头在那说啥 什么借钱 行石头那谢谢你了 行嫂子我等一会给你送我借钱 好 石头我就是刚才跟你说啥 没说啥不是傻猪哥腿摔了吗 然后就找我借点钱而已 什么我儿子腿摔断了 这啥事不就是呀这是 石头你不知道啊 你不是不是傻猪哥 你不是傻猪哥 我看你这么多我 如果我找到ve Beauty ель best试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